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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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木六 今天要來開箱特色店玩啦 它是仿韓國OGA的這個懷舊掌機 它叫做RK2020 很多人說它這台效能其實是蠻強大的 那再來就是說它跟OGA很相像的地方是 它有些系統他們是可以通用的 而且呢我覺得它價格也蠻便宜的 差不多兩圈出頭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開箱吧 GO 好那我已經把片件拆出來了 就在這個位置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主機的部分 那主機就是長這樣子 左邊你可以看到基本的迪配件 它有類比搖桿 然後右邊是ABSY的按鈕分布 然後選擇開始鍵 那中間用的是3.5吋的IPS螢幕 其實對視覺來講 我覺得3.5吋也算是比較剛好一點 那上面一樣有簡單的這個R1 L2 R2 L2的按鍵 還有一個USB的接孔 還有Type-C的充電孔 那這邊還有一個3.5吋的耳機孔 那這個就是電源鍵 那記憶卡呢就在最下面這個位置 那電池呢在後面背部的這個位置 那這一台呢我覺得它的質感 跟RG系列比的話可能就沒有RG這麼好 但是我覺得它價格也算便宜啦 所以這個我覺得沒有到非常好 但是也沒有到非常差 這也是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然後再來我們看一下其他的配件 那它有附一張這個英文的說明書 其實我覺得你稍微摸一下後面這些功能 其實很快就會能夠了解 所以這個說明書其實 我覺得也不用太在意啦 那另外的配件呢 是它會附你一個這個圖卡機 透過電腦去做一個就是存放的部分 那另外有附一個這個類比搖桿 那會附你這個頭號代表說它這個是會有魔號的 這可能大家稍微要留意一下 那另外Ford的這一條就是 這個Type-C的數據線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它的這個包裝的外面 首先就是它用的是這個IPS螢幕 這是3.5吋的 然後它支援3.5mm的這個耳機插孔 那走的是Type-C的這個傳輸 那它有支援這個模擬器的部分 但是它也沒有寫得出來 但是它這台呢因為它是綁OG 它是可以用OG的系統 待會我們開機就可以來看一下啦 那電量的話是2600mAh 那比較可惜的呢 就是它沒有寫到它的CPU 那這台CPU是RK3326 滿強大的一顆CPU 就是像我們在RGE系列 我們會知道說RGE已經可以順跑CPS123 那這一台呢除了CPS123以外呢 它額外還可以跑DC N64跟PSP 這是在RGE系列上面沒有辦法做到的 所以我覺得這台呢 雖然說它是仿OG 但是它也是有滿大的特色 跟它滿大的性能 好那我們就直接來開機看一下這台機器吧 好那我已經把它開機了 那開機前呢 也給大家看一下我的其他三台懷舊掌機 好我們就來做一個簡單的對比 那這一台是這個MEO的MES的版本 那兩台對比呢 你會發現其實MES會比較寬一點 因為它的螢幕本身設計呢 就是這四台裡面最大的 但是以質感來講 我覺得兩台是非常像的 就是都是比較偏塑膠感的一個掌機 那再來呢 如果你不要講究質感的話 我覺得RGE是還滿推薦的 看到後面 它的主機板是這樣子落影落線 看起來呢就是 比較有質感一點 而且握起來的手感呢 也是比較好一點 因為你其實兩台對比 你會發現 其實RG系列是比較寬 也比較高一點 那最好的 莫過於這一台 再來是RG350M 因為它跟RG350M 不一樣的地方呢 它這一台呢全機就是做金屬的 它握起來就是會給你一種 比較高級的一個感覺 所以以這四台來講呢 以質感來講我會比較喜歡 這個RG350M 那如果說以性能來講 這一台RK呢 會比較好一點 你仔細看一下 你會發現它裡面的系統呢 其實是非常像這個樹莓判 那點進去呢 一樣就是 它的控制呢 其實就是非常的相似 那它的特色呢 就是額外增加了很多 比如說N64啊 DC啊 PSP這一些 它雖然外觀看起來差不多 但是它裡面的系統呢 像這個OCE 就可能會跟它 比較不太一樣 所以說你能夠摸索到 學習到的這些模擬器 不管是遊戲也好 或設定也好 也會讓你的知識增加了更多 好 那我們就不廢話了 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它的 遊戲的部分吧 接下來呢 它有支援PGM的遊戲 那我就直接 進這個三國戰績2 它可以跑PGM的話 就是有很多這種 三國戰績類的遊戲 你可以去回味一下 因為PGM應該大家知道就是 台灣IGS出的 它的遊戲其實都是蠻耐玩的 我覺得即便你十幾年後再玩 你還是覺得它非常好玩 好 PGM就是這樣子 也是非常順暢 沒什麼問題 好 我們再看一下其他模擬器 好 再來呢 是NDS 執行一款賽車 給大家看一下 它這個NDS它是雙畫面的 這個大家應該知道 它這上面可以去做切換 你可以左右替換 或者是主步放大 都可以透過R1跟L1的這個按鍵 去做一個切換 好 最大的分辨喔 大家可以先從聲音去聽看看 如果說會稍微有點 Lag lag lag卡卡的話 其實聲音會比較快的反應出來 那才是畫面 好 那就像我剛才說的 它上面這個可以切換 所以你可以切換成NDS的雙畫面 也可以做一個放大的部分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下一個模擬器吧 好 再來我們看一下這個N64的部分 挑一款我最喜歡的馬力歐賽車 剛開始開場的時候聲音稍微有頓一下 我還很擔心說會不會不順 好 但還好 就是真正在跑的時候 其實現在是非常順的 好 N64測試 我覺得也是沒什麼問題 我們再來看下一個模擬器吧 好 首先這個CPS 我們就直接來試3吧 好 然後是這一款99的奇妙冒險 好 那這系統呢 我是直接從網路上找一個免費的版本 直接用它的版本來做一個測試 好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操控 我就簡單隨便按一下 那其實我稍早之前都已經做過測試了 它不管是跑CPS 1 2 3 不管是哪一個版本 都是非常順的 好 而且這搖桿呢 操作起來呢 好 而且這搖桿呢 好 也不會有延遲的感覺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其他模擬器吧 好 那除了N64以外呢 其實它還有很多 比如說MAMV啊 還有FBA啊 這一些 CPS系列的 甚至到GBA GBC NDS 然後SEGA的 SEGA CD 這些都有 還有超人 還有紅白機 好 但比較可惜就是比較抱歉 就是這個免費系統裡面呢 它目前沒有整合DC跟PSP 後續呢 我會去買一個網卡 因為它這個用網卡連接呢 我要新增一些DC跟PSP的遊戲 到時候我再測試 再放FB 如果大家有興趣看測試影片的話 可以再到聯署那邊去看 那今天最後呢 我就來試一下 這個PS模擬器 讓我們執行一下這個 20古堡3 好 那我先不按開始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 開頭動畫跟這個聲音 所謂的可以控制是指說不會延遲 都是一切都是像你之前玩的一樣 非常的順暢 聲音的部分 我讓它咬一下 聽聽看這聲音 也是沒有延遲 好 那還有一個特色呢 就是它這個選擇鏡在X鍵呢 它可以呼叫出這個選單 好 這選單呢 就很像樹莓派的選單 你可以在裡面做 即時存檔啊 或者是一些金手指的功能 截圖啊 這邊都可以做控制 好 那它的退出遊戲呢 所有的模擬器呢 基本上操作都是非常相似 就是快速按兩下 選擇跟開始 然後就刷新 然後直接退出 那它的有一些細部的功能跟設定呢 它有做在這裡面 其實都是中文的啦 添加遊戲有一些快捷的方式 那整體來講我覺得它是 非常酷的一台機器 也不管是介面 軟體模擬器支援跟 執行起來的一個狀況 其實我都覺得還蠻滿意的 就對得起它的價格啦 好 那影片也差不多告一段落啦 那這個RK2020呢 這算是我的第一波搶先的測試 如果不專業的話 也跟大家說一聲抱歉 好 感謝各位的收看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掰掰